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兄弟 这儿挺大啊 果然哥哥不弱啊 他的意思啊 是说你没穿这个格子衬衫 显得比较扎眼 我也就下单了 兄弟 太实在了 开玩笑呢 我是程旭一组的组长张志远 你可以叫我老袁 老袁 就是那袁猴的袁 谁让咱们是程旭袁呢 刚才跟你说话这个 叫林淑天 才二十岁 跟我儿子一样 还发小孩脾气那儿 你别跟他计计啊 老袁 我再说一次啊 不许说我是小孩 再者说了 他比我矮好多呢 矮挺好的 矮哪儿好了 你在我面前永远都弹不起头 不跟你一般见识 不跟你一般见识 走 乐离 给你介绍别人啊 雷哥 来星猴了 认识认识 锁了 锁了吗 锁了的话又怎么会没有感觉呢 逻辑上说不通啊 又来了 你说我要是没锁门的话 那我就不会去行政部去还钥匙 如果我不去行政部的话 那我也不能去美术组接咖啡啊 对吧 对啊 你为什么要去美术组接咖啡啊 重点不在这儿 全公司所有部门的咖啡机 我全都使用 考虑到那个不同水压的冲击 以及机器的磨损程度 只有美术组那一台咖啡机 煮出来的最好和弱 你可以去行政部试试 行政部 你说得对 太牛了 你用这种方法 把它注意力给转移了 你们平时怎么做的 忍着 好 来来来 陆黎 这个呢就是你的工位 陆黎 陆黎 冬珠给你介绍一下 这个 是我们公司的巨石房 等 过来 那个 柳黎 有问题 叫我啊 真叫我 你好你好 欢迎你加入我寺的王牌小组 以后我们就是同事了 你好 你好 不是 啥意思 挺壮啊 以后有什么问题啊 可以随时问我 你们为什么都穿格子衬衫啊 啊 哦 疯狂啊 穿格子衬衫可以减少疯狂的数量 就像我的网名一样 你的网名是什么 雍正 知道为什么吗 雍正 专制 八岸 漂亮 原来幼稚部分职业 不是啊 我跟你开玩笑的 其实穿这衣服呢 就是百搭 好配 你看 到我们公司来的人 永远不知道啊 对方这衣服啊 几天没换了 但是能闻出来 哦 是 我还想问一下 为什么程序组 没有女程序啊 哎呦 我听说江总之前被一个女程序员狠狠地伤过 所以我们这儿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和尚庙了 哎不过我觉得这倒是一种爱情的PTSD 然后呢 你 你怎么刚来就那么八卦呢 我也不是很清楚 女程序啊 陆黎 姐 你的公牌呢 已经办理好了 但是 你还要去行政部办理一下入职手续 欢迎你的加入 谢谢 哎 对了 友情提示一下 我们呢 不是每天都穿那个格子衫衫的 只有碰到重大事情的时候 我们才会自发地穿上格子衫衫 比如 今天 你的到来 嘿嘿嘿嘿 喝完了 哦 工作去啊 哦 好 你好 请问是找你办入职手续吗 等一会儿 上班时间还可以看电视剧啊 你 哦 头发无黑浓密 皮肤也白嫩光滑 味道也清爽不油腻 这不是老天爷给我送上美的男朋友吗 帅哥 你新来的 你 叫什么名字 陆黎 陆黎 你和孩子醒了 真好听 你什么情做呀 主女 我也是 这 跟工作有关系吗 跟我有关系 你哪个学校毕业的呀 西海大学 毕业证待了吗 没的 没关系 等你以后有空 带过来让我复印一下就好了 那 身份证待了吧 没带身份证 护可本也行 现在就要啊 嗯 我看一眼就行 来 看一眼 我 你讨厌啊 人家力气 没有这么大 你的手 真热 你讨厌啊 一会儿让别人看见 我这身份证 过期了 都画好了 再来给你 好 那我等你哦 我还没教过这种类型的